好 各位 我们先把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的资料来源 重新定义 因为 你刚刚是不是会从我网路上 抓成品下来 对不对 它的那个资料会停留在 我这台电脑的名称 的下载 里面的超市范例 可以吗 那怎么样重新赋予给它 就是连接到 你 你的那台电脑的 下载里面的 超市范例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这件事 就是 我们的资料来源 怎么设定 请点常用 常用 编辑查询 第一个 对不起 第二个 资料来源设定 资料来源设定 你现在看一下 你的资料来源是来自于 ASUS download超市范例 有看到吗 是不是跟我的一样 为什么是 ASUS 是因为我这台 knowbook 是因为我这台 knowbook 这样了解 我的意思吗 可是你的电脑 不是ASUS 不是我这一台 你可能也是ASUS 但是是 别台 作为你的电脑名称是用你自己的版名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 我们是不是要去修改它 对 可能都在download的超市范例 所以我们是不是这个地方要修改 这样了解 怎么修改 这边 范围来源 所以 有没有看到 有一个叫做 变更来源 变更来源 请透过浏览这个按钮 找到你自己的 那个范例 你自己的超市范例 可以吗 要找你自己的 不要找我的哦 因为等一下我要告诉你 来源资料改变 这些图报表会自动完成 这也是ASUS做不到的 好 然后点选 开启 确定 关闭 可以吗 我现在要换成你自己的资料哦 不然等一下你会说 奇怪 我都已经改好了 我增加了 五笔资料进去 他为什么不帮我画出来 好 我们在存档之前 再一次的确认一下 请问一下你的第一张 但忘记分析 有没有看到2017年的资料 有没有2017年的利润分析 没有 我们没有看到2017年的利润分析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档案关掉了哦 你记住哦 我们这边画的是什么 2017年的利润统计 对不对 我们现在关掉 关掉 请问一下我们刚下载下来的资料是不是在下载里面 超市范例 请把它快速点两下打开来 那你就要用一下打开来了 因为我要增加两笔 增加五笔 或增加一笔资料进去 好 这边是不是有启用编辑 记得要点这个启用编辑哦 请问我们现在最后一笔资料是不是第一万笔记录 可不可以把第一万笔记录复制 然后贴上 直接贴上就好了 然后请把这个日期 是不是 这个是订单日期 请把2013年1月 12月2号改成2017年 2017年12月22号 这个出货日期2013年也改成2017年 可以吗 我们请把这两个日期改掉 一个是订单 这个是订单日期 这个是出货日期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有2017年的资料了 对不对 好 请拉到最右边 这个是销售额 销售额我们就不动了 我们把利润改成5000好不好 最后一个数字 请改成5000 5000有没有这种概念 就是说销售额 销售额7244 利润 这个这个是利润5000 可以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到时候如果有拿到2017年资料是不是会放在他的下面 对不对 2018年的资料是不是也会放在2017年资料的下面 是不是一直不断的放下去 可是我们的视觉化爆料 不用你不用你花很多的时间 自动就要化完 你们希望这样子 当然希望啊 那么了解吗 请问一下 你们现在哦 假设你已经做完今年的年报 你现在要再做 假设你已经做完了三年前的年报 现在要再做两年前的年报 一年前的年报 是不是都每一次都在重做 它有别人或是大数据分析工具就不用再让你重做了 就直接帮你做出来 好 请把这个范例存档关掉 这个超市范例要关掉 来请重新开你刚刚的 那不用改啦 我只是要给你看一下 整个资料会整个联动分析 整个全部都帮你自动的算完 因为我们刚还没有动到那个资料 什么一万里 一万里一里 好了 请把你刚刚视觉化报告 这个档案重新打开 重新打开 有没有看到2017年 没有 不要急 等一下我们就一键搞定 一键哦 而且它不是只有这一张重算 它是每一张都 那个视觉化报告都重算 好 点什么地方你们知道吗 点这一个 重新整理 在常用 底下有没有看到重新整理 有吧 请点它 给它五秒钟 你去倒一杯水 可能回来它就跑了 有没有看到 2017年 2017年的利润 有看到哦 油标移过去 利润是五千元 有看到吗 好了 同期比较呢 有没有看到这边 交叉分期筛选器多了一个2017年 现在2017年只有12月有 对不对 因为刚刚这边2017年12月2号 有一个五千 记得吗 2017年点一下它是不是就出现了 好 这些是不用看的啦 每一张通通都会有 你看 2017年你散布图里面 是不是只有一个东西 只有一个点 为什么 用只有增加一笔 2017年只有一笔资料 那笔资料的纸类别一定是起局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做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重复 在那边每一次都在做相同的资料报告 而且格式有些你还没改到 又会被退届 现在完全不用考虑这种事了 好 我现在要请门关掉了 请门关掉 这个档案现在连存都不用存 好 请门关掉 然后他问你要不要存 你存也可以 不存也可以 来请点 储存 接下来麻烦请把超市范例 超市范例 那个范例档案打开 请把你刚刚增加那一笔记录删掉 请把你刚刚增加进来的101笔记录删除掉 可以吗 你不要删除资料 就是最下面那笔记录把它删掉 储存 然后关掉 再做一次的意思 然后请你把超市范例 我们刚刚的2020-2003超市范例01 这个范例打开来 记得要按重新整理 你的资料又都恢复成 没有2017年的资料了 好 你看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还有2017年资料 但是等我点常用以下的 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我的2017年资料就全部都消失掉了 因为我的来源资料没有了 好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我们今天假设这个订单资料 是来自于经济部商业师 他们提供给我资料 我来做大数据分析 这样了解吗 好 然后呢 我的主管因为他要去报告 所以他就用我分析完的资料 结果发现经济部提供给我的资料有错误 请问 请问这个我的主管 他是不是可能当下他就被电了 这样了解吗 他回来他会听我解释说 那是经济部商业师提供错误的资料吗 你觉得他会理会这种事吗 不会的 你放一百一万两千个薰 他只会怪你 他不会怪到经济部 听得懂吗 好 那你怪经济部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 听得懂吧 除非等哪一天你去做经济部的什么什么主管 这样理解我说的意思 所以我还是要告诉你 当你今天拿到资料 拿到资料 资料分析的人没有修改资料的权利 不要跟我讲说 老师我能不能把某一笔资料沾掉 我可以打开以下来去修改里面内容吗 千万别做这种事 知道吗 千万不要做这种事 你做这种事不要说我教你的 我是为了要教你 什么叫做重新整理 我不是要叫你中间打 用以色要打开来 因为 POWER BAN不能不允许你 去修改任何一笔的记录 你只能选择删掉 你只能选择删掉 好 还有 如果你的来源资料错误 你是没办法去做任何的辩解的 你只能看你的专业知识 你去发现你的资料 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 我真的不骗你 通常出事的 不是那个资料拥有者 是那个资料 算出来分析出来之后的报告 他们会被人攻击 例如说算错了 而且通常别人都会质疑你 你是不是算错了 可是通常不是算错这件事 是资料 哪一件资料是有问题 例如说资料不干净 资料不干净 这件事情太容易发生了 例如说好了 我们现在讲那个性别 我们是不是有分什么 基本 基本就是男生女生 错了那个健康资料 分五种 分五种 他心态上觉得自己是男生的女生 心态上觉得自己是女生的男生 还有一个 他认为他是没有性别的 我们为了要尊重 所以就变成五种性别 你这样理解我在说什么事情 可是 可是我只是要觉得就是说 不管你拿到什么资料 当你去 当你去拿到原始资料 你现在做的是分析 你都必须要承担 那个原始资料 到底有没有问题 这件事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好 当然会啊 不可以做这种事 你们要帮我做证 如果同学到时候说 我教你在以色列里面改 你要帮我背书 我没有要叫你做这件事 知道吗 我们现在教的是 大数据分析工具 不是在教你解谈 对不对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 好 所以明天我们再讨论这件事 但不能打开以色谈去修改资料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还有 你不可以把零改成一 什么一改成任何一个数字 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我们没有拥有资料 你就无权去做这件事 我们只是做资料分析 好 因为还有点时间呢 我们继续来去讲 这里面的图表 首先我想要介绍 当我今天第一张 是不是但忘记分析 但忘记分析 有看到这个比例 对不对 很多人他都会用什么图 圆形图 我们也来试着用圆形图 我要告诉你 为什么我不用圆形图 因为不好看 好 首先 不是 不易辨识 不是不好看 是很好看 但是不易辨识 好 所以 滑鼠右键 我们可以复制第一张 但忘记分析 叫复制页面 我们这边是不是就会有了一个 但忘记分析的副本 有看到 我的习惯是把它改成二 的副本 这几个字改成二 就是 但忘记分析 改成二 各位 节省时间 所以我就直接把这张图改成圆形图 圆形图知道吗 这张图 然后点一下圆柄图 它就变成圆形图了 现在改成圆形图了 你一定会想要知道说 那个百分比怎么跑出来 对不对 这是同学必问的 第一个问题 百分比 现在应该没有百分比 对不对 好 我们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利润 改成不是GP 我们把这个利润改成不是GP 这边 恢复变成 将只显示为 没有任何计算 请问一下 当你游标移到 技术这边的时候 有看到34.92 加剧29.7 然后办公用品 35.38 有没有看到这件事 它没有按照一个 由大排到小的方式 好 那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要呈现 技术的百分比是多少 家具的百分比是多少 办公用品的百分比是多少 这是 很基本的一个画图 所以请问 我们要在哪里点它 是不是这个格式 格式 然后接下来 详细资料 详细资料里面有一个叫做标签样式 请改成 改成什么 类别 总计百分比 有看到吗 然后把字稍微变大一点 这样可能会看清楚 在这个格式的详细资料 的标签样式 请改成 类别 类别 跟总计百分比 为了让大家也看得方便一点 所以我把它稍微变大一点 好 接下来还记不记得联动分析 我是不是要点2015年 我现在是不是点2015年 请问你看到了 就是那个 这是整体 这是整体 我怎么说呢 其实 其实这个 这个浅色区域34.92 它是第二名 第一名是什么 第一名是 这个 35.38 办公用品是第一名 知道吗 这个 最大 接下来第二大 第三大 绿色是第一大 然后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我们来看2015年的时候 办公用品 最少 它只有8.14% 有看到吗 最多的 反而是原本的第二名 原本第二名 是不是变最多 11.8% 可以 请问这样子的内容 你看得懂吗 看得懂吧 可是我要告诉你 当你在报告的时候 你的老板看不懂 我真的不骗你 就算你再怎么会讲 还不如恢复到这一张图 当你点一下它 这一张 你会很容易的 让老板看懂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张图漂亮不漂亮 但忘记分析二 这张图是很漂亮的 可是当你在做 联动分析的时候 你要去讲解这个故事 你讲什么 他听不懂 听得懂吗 我跟你讲 我遇过有一个局长 现任的局长 某局长 他只听 他只听 你讲 十秒钟 决定 你能不能再继续讲 不能讲 他是这样子 就叫你不要再讲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因为他的时间很宝贵 他不希望你一直在那边讲重复的话 或者是他觉得 你讲什么 他已经听懂了 那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他听不懂 他也不会让你讲 我的意思是说 这种图很不好解释 你不信你回家的时候 把这张图来去解释 一样的事情 不同图的呈现 你到时候 你到时候就会觉得说 哇 还是 这一张图 比较方便 我们来去讲 2015年 这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可以吗 我们在讲的事情是一致的 这样了不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好 我只是要讲说 办公用品 从原本第一名 跑到第三名 你看这原型图 不是也是在讲这件事吗 办公用品 2015年 从原本 四年的整体表现 第一名 结果跑到什么 第三名去了 对不对 来到这个原型图 他的缺点了吗 好 再来 再来 我们来介绍 来请新增一张资料报告 我们是上到四点二十八还是四点三十八 还是你们都没有一点 四点二十八 那我喜欢多长一点 让我上到四点半 我会提早一分钟 然后让我们下课 好 我们现在来去看 我们来去看 这大数据分析 它有一个很棒的 阶层关系 阶层你们知道吗 像例如说 国家 城市 对不对 像例如说 台北 行政区 之前是不是有一个县市别 对不对 这都是阶层关系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有类别跟子类别 有类别跟子类别 所以 其实我们也可以构成 所谓的一个连续资料的分析 连续资料 这边是不是有会看到这几个 这几个图示 那我现在要介绍的是这个 这个树状图 树状图 所以请点树状图 在讲树状图之前 我先做一个很简单例子 就是说 如果我想做那个 各 各 城市 各城市 的一个 利润 请问 我现在我做了一个 各城市利润 这张图 对不对 这张图应该很容易画出来 但是 我觉得 如果我们把它改成 树状图会更棒 树状图 刚刚 刚刚这张图 它的缺点是什么 这边空荡荡的 空荡荡知道 就什么都没有 这边有没有看到 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可是 可是 当我们今天 当我们今天改成 这个 树状图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来 第一个主要城市在上海 第二个天津 以此类推 一二三四五 可以吗 然后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告诉我们什么是 就公司的 公司的那个 明星城市 就是公司的销售额关系里面 并没有非常主力的 主要的明星城市这种情形 其实还蛮均匀分布的 它其实是在讲 这张图的一个分布的情形 如果有第一名第二名特别高 第三名第四名 它也就很低 那就是会有明星产品 好 请问一下 这张图是不是会比刚刚直条图来的好看 如果说以阅读上面 那通常我们用这张图 是要去讲说 上海 天津 北京 这边的一个 资料 这些城市表现的情形 好 请问一下 我们城市 前面的行政区 是不是有一个叫地区 地区 大陆 大陆有分什么 东南地区 华中地区 华北地区 请把地区 搬到群组城市的上面 然后你这边就出现了这个 六个什么向上探索 向下探索 就是我要这个群组这边 第一个是地区 第二个是超市 好请问一下 你这边你看到了什么 这家公司过半 过半 超过一半 都集中在中南地区 跟华东地区 有看到吗 就是 就是 就是如果说我们公司来去看那个整体的 利润 主要获利 是以这两个地区为主 没问题哦 这两个地区 看懂哦 可是 可是 我会想要知道说这个地区的前三名跟这个地区的前三名对吧 请问你要用哪一个工具 你要用哪一个工具看到各地区的前几名的表现 连续向下 对不对 不是两个箭头 是连续 连续向下探索 好 你看哦 我们现在 我想要知道 中南地区的前三名 华东地区的前三名 所以是不是点 连续向下探索 好了 当我 对不起 不是这一个 好 我先往上 两个往下箭头 也不是 对了 就是这一个 连续向下探索 你有没有看到 华东 华东 我们刚第一名是谁 我们刚第一名是中南地区哦 中南地区 好 我们来去看 中南地区的第一名在这边 广州 有看到吗 广州 它是在整个 全国 城市的销售 排在第四 然后 这边 华东的上海 排在第一 有 有可以大概知道 现在在讲的是什么事情吗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中南地区虽然它是主要的那个收入来源 但是它的最高的那个城市广州跟深圳都不及于华东地区的上海 还有什么华北地区的天津和华北地区的北京来的高 它只在讲这件事 在主要城市排行榜里面 它只能排到第四名跟第五名 可以吗 这是当我们在做那个 例如说地区分析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用这种方式去把它变成一个情组 好了 树状图 这叫树状图 树状图 好了 请问一下 你们觉得这些 这些图喔 其实我差不多都讲完了 真的我讲一个直条图就等于讲什么 横条图 堆叠图 或者是这个占比例 我讲折线图其实就等于讲区域图 这个组合图就是x轴 你可能放的是 反正是你可以放两种数字资料 还有像瀑布图没讲 明天还讲 然后还有像 例如说圆形图讲的 树状图讲的 圆形图讲完 环圈图就讲完了 地图讲过了 好那 关键影响因素也讲了 可是我要告诉你 这个点点点 点点点是什么意思 点点点是更多的意思 如果你要更多 那就请你到market price 汇入 那你就必须要去注册 注册它给你60天免费使用 60天 好 那你要是不想注册 到时候就是 我因为学校都会有免费的office 365的使用 只要你在学期间都可以免费使用 因此我可以去微软公司的office store 去下载 他还提供了200多种图放在网络上 免费 提供给大家使用 像脂肪图啊 还有像那个染色体图啊 很多种图就对了 可以吗 好 那你会说 那我们是不是大数据分区就算完了 没有 我们今天只讲了一张资料表 对不对 请问 我这张订单里面有没有退货 这张里面有没有退货 这张里面没有退货 可是 刚刚我们那个 超市里面 他是有退货资料 订单没有 可是我必须要把退货叫进来 我们才可以算真实的利润 我们现在有没有把退货扣掉 没有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把 真实的退货资料扣掉 好 所以 明天我们就要进展到 两张资料表 甚至 甚至喔 你现在 一年 一个资料表 那假设你有 10年的资料 是不是有10张资料表 那又应该怎么样去 串联资料 这都是明天会跟你们要分享的内容 可以了解吗 好 不是只有一张资料表 所以 我们现在呢 就请你先把 这有范例 储存起来 回想一下 我们今天介绍过 淡忘记分析 而且 很重要的 自动分析跟联动分析 自动分析跟联动分析 真的太重要了 滑鼠右键这边我们就来去看一下 2015年销售分析 2015年销售分析 然后说明增加的情形 像这边 这就要去看那个 那个 他为什么会减少 然后接下来做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 我怎么会有2017年的资料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去做 那个好坏客户分析 然后 自动分析很重要 对 还会 我还会再告诉各位预测 预测 预测 在大数据分析里面也是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好 然后 行为模式 行为模式 这没有问题 他还可以做动态 动态的连续分析 地理分析 然后关键影响因素 关键影响因素 但 忘记分析 后来我跟各位介绍的 数状图分析 好